强化地方防灾资源 新北市领口福伦社捐赠5具太阳能LED照明设备 创设在领口防灾的公园 平时除了提供公园夜间照明使用 一旦发生灾害时还可以随时移动支援 停电时可以提供初期火石区 器材仓库区的基础照明 领口福伦社为引引绿色能源时代潮流 并增加防灾能量捐助了5具太阳能LED照明设备 装设在领口防灾公园 领口福伦社并在社区公园里面进行捐赠仪式 由领口区长蓝品郡代表受证 当灾害发生的时候 会在这边成立一个救灾的指挥所 我们知道这个救灾照明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太阳能路灯的捐赠 非常感谢领口福伦社这次捐赠5支的照明设备 这5支的照明设备在我们防灾公园 分别配合我们防灾设施来做布点 博伦社长陈明正表示 能够与工部门一起合作努力 期许能够达到抛砖引域照幅箱里 为领口的发展奉献一己之力 然而这次所捐赠的太阳能路灯 不仅可以提供照明 还能够随时移动相当机动和便利性 如果停电的状态下 可以提供电力的 不用电力的照明设备使用 也可以帮助救灾更有效率 更加的安全 领口福伦社平常在我们领口这边 也是做非常多的公益 然后在这边也特别代表市长 来感谢领口福伦社 对我们领口相亲的一个照顾与支持 区长蓝品俊则指出 领口社区运动公园 平时为领口居民使用率最高的公园 除了提供民众多元的油气设施以外 在重大灾害如地震发生时 也规划作防灾公园 为短期避难收容场所使用 今年受证太阳能照明设备 平日提供公园夜间照明 灾害停电时可提供开设初期火石区 还有器材仓库区的基础照明 记者胡宇轩领口报导 历口报导